节目战终于打开了序幕,虽然没有常规赛的精彩,但是其对抗程度还是值得期待,今日对抗赛中绿军首次对抗黄蜂。 本次黄蜂坐镇主场迎来立军的客场挑战,最终还是以黄蜂捍卖主场赢得了比赛,双方对抗比分最终,以104比97分战胜了凯尔特人,在本次比赛中立军的进攻非常迅速。 但是在第三节让黄蜂抓到了反扑的机会,季前赛虽然不至于特别认真,但是还是遭到了质疑上个赛季的第一场季前赛,就是骑士对抗凯尔特人。 斩姆斯带领的骑士还是战胜了绿军,但是两支球队在当时可谓是势之力敌,反倒是绿军和黄蜂之间还有差距,况且绿军在今年还是完整回归。 海沃德是一个赛季以来第一次登场,而欧文也是接受治疗之后首次亮相,和76人相比,双方的数据相差很多,反倒是76人散去头的表现都不错,恩比德得分上20分。 反倒是凯尔特人这方得分,比较平均作为队内最高的新资海沃德的数据10加3的数据,在首发阵容中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,因此球迷纷纷去以海沃德的作用。 在带动进攻上,海沃德的表现还是不错的,在全队的效率来看,海沃德的回归反倒是有些降低,或服得拥有头三杯球的机会。 海沃德在投篮上七投二重大幅度的降低温投篮的效率,不过季前赛并不会算到常规赛当中,最重要的还是帮助球队寻找手感。 因此海沃德的情,况还需要慢慢融合进来,另外金运欧文以改往日面貌回归赛场,全场得分个位数,但是助攻可以在球队排在前列,作为替补球员罗奇尔,得分11分2助攻。 在个赛季欧文的合同只有1900万,而罗奇尔的合同不到200万。 赛季前赛罗奇尔的表现不弱于欧文,先赛季欧文想要拿到合同,真的拿出领袖的风格。 即便是有传闻,绿军愿意1.091事约,但是欧文并没有接受,反倒是赛季结束后还可以挑战1.8亿大合同。 关键就是欧文的表现,和去年季前赛相比,欧文的个人数据在下降。 在乎 Vamos不要和它们分别 Deixa 毛浩文的了解 担心